王老先生有快递啊 耶耶耶耶有 不好意思我不是在唱歌啦 我只是刚好看到题目呢 就不小心唱了一下 重点是这样子的 这个题目说 王老先生有快递 面积呢 是四分之三公顷 那如果呢 他用这块地的三分之一的面积 去种苹果的话 那剩下的种离子 那种离子的面积是 多少公顷呢 我们怎么想这个题目 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呢 是四分之三公顷嘛 然后呢 用了三分之一种苹果 所以就把它相减就好啦 可是记得哦 这两个东西其实怎么样 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单位 为什么四分之三讲的是 公顷 可是呢 三分之一是讲什么 三分之一快递耶 单位不一样的东西 不能用减的哦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要小心用减的是错的 所以到底应该要怎么思考呢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想 现在呢 老王他是有一块地 OK 所以呢 这整个是一块地 我们写一下 一块地 好 那他说什么东西啊 三分之一块种苹果 所以我们这里写得很清楚 三分之一块呢 种的是苹果 三分之一块 是苹果 好 那剩下的是几块地 然后呢 是种离子 那我们都知道 怎么样 你这个三分之一块代表它是三等份嘛 对不对 三等份的结果 所以这里是几块地 这里是几块地呢 这个算是不是就应该是一块地 绿色的 一 剪掉呢 什么 粉红色的这个三分之一块地 好 算出来呢 就是等于蓝色的 这个地方种离子的是多少 三分之二块地 好 所以呢 这代表的意思 这个数字是三分之二 那我们就搞得很清楚啦 为什么呢 因为一块地是多少 是四分之三公顷 是四分之三公顷 所以呢 三分之二块地是几公顷 因为三分之二块地是一块地的三分之二倍 所以呢 你看哦 它的这个面积是不是就是四分之三公顷 这就是一块地的这就是一块地的三分之二倍 看到背 看到背代表的就是乘法 所以最后种离子的面积 也就是这一个蓝色的部分 它的面积到底是多少呢 就是四分之四分之三乘上三分之二 得到的答案就是什么 分子 分母 刚好都有三 可以消掉 就是一 所以呢 这边算出来是四分之二 这里其实也可以约分 所以是二分之一 所以呢 我们就算出来这个面积呢 应该要是二分之一 单位是公顷 FEEM erreichen 一下 约份